实战过程中如何提升自己的持久力 实战过程中有四个阶段 关键在于我们的平台期 一旦我们能进入平台期这个阶段 那么时间就是可控的 如何进入平台期呢 只要我们能安稳地度过兴奋期这个阶段 才能达到我们的平台期 我们的兴奋度增长就很慢 所以我们在兴奋期的时候采取的方法 都是让我们去适应这个环境的一些技巧 有好几个技巧一定要听到最后 今天先说一个技巧 就是我们的脑袋一定要做到心中无误 脑中无误 这样我们才没有什么心理压力 这是超常发挥的基础 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点 放弃低级欲望 追求更高的欲望 男人一定要征服世界 读懂这句话 你就可以发挥的很好 更多技巧 大家可以加入主页系统性学习大队 大队里面都会进行系统详细的第二步节奏为王 身为男人不能任由女人控制 我们要自己把握好节奏时快时慢 稍有感觉 万不可硬称一定要减速降低刺激 感觉有点大了就要停下来降低刺激 也可以趁机换个姿势如何是刚有丁点感觉的话 可以选择停减速配合深呼吸即可 一定要记住把实战当做长跑 可以稍微有点感觉就降低兴奋 千万不要等到达到一个很高 但兴奋的状态再去降低兴奋 实战过程中心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定尽可能地让自己平静下来 可以想点工作中的事 可以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在自己的呼吸上 让自己尽可能地保持一个均匀细长的呼吸 关于转移注意力 这个兄弟们都知道实战的时候 当有感觉的时候 通过忽然转移注意力的方式 可以快速降低性兴奋 比如忽然看下床头柜等 当然也可以整个过程脑子里 都想点别的事情也是可以的 技巧终归是技巧 使用技巧在一定的程度上 可以达到延时的目的 但是提高有限 而且也不能放开了充 刻意控制仿佛失去了的实战的乐趣 想要彻底地解决时间短问题 还是得通过去 练来全方位地提高我们的作战能力 大家可以加入主业进行系统性学习 快速提升自己实战能力 一个优秀的持久战士 拥有着对刺激有足够强的耐受能力 在实战时能够保持着良好 放松的心态在实战的过程中 可以根据自己的兴奋状态的变化 对自己的速度进行调整 灵活的使用控制的技巧 最终征服它 获得心理与生理上的双重满足 感谢观看